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 我要太动了 哎呀 看来我的肚子已经饿了 好 就来吃老太婆做的饭团好了 没想到刚吃完老公公便当的小麻雀躺在里面呼呼大睡起来了 老公公觉得这只小麻雀实在是太可爱了 就静静地把小麻雀带回家 你说什么 不行 我绝对不会答应让你养小麻雀的 这不过是一只小麻雀好不好 我们就照顾这只小麻雀吧 我绝对不照顾这只没用的小麻雀的 要不然这样 我来负责为它吃东西 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既然这样 就随便你好了 老公公帮这只小麻雀取了一个可爱的名字 叫小不蝶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老公公越来越疼爱这只小麻雀了 来来来 好 哎呀 好 好看 嘔嘔嘔 好看 嘔嘔嘔 真是无了结了 有一天 老公公跟平常一样到另一个山头做田里的工作 小卜爹 你给我听好 我现在要去河边洗衣服 你可千万不要把这些酱糊当成蜜浆全都吃下了 家里就交给你了 没想到到了中午的时候 我的肚子就开始饿了 对了 这些酱我也是米做的 好吧 我点一下应该没关系 好好吃哦 真的很好吃 好棒啊 糟糕 我不知不觉把老婆婆做的酱糊全都吃光了 小不点 你说我的酱糊怎么了 你把那些酱糊都吃完了 对不起对不起 因为我的肚子太饿了 我不知不觉把酱糊都吃光了 你这只臭小麻雀 我绝对饶不了你 我要把你贪吃的舌头剔下来 当作是对你的惩罚 救命啊 谁都救不了你 别想逃 别跑 别跑 要了我呗 老婆婆太生气了 所以就用剪刀把小不点的舌头剪掉了 而且还把小不点赶出他们家 过了没多久 种完田的老公公回来了 我回来了 老太婆 小不点怎么不在家 小不点那个臭小怪 居然把我辛辛苦苦做的洗衣家 我全都吃光了 所以我把他舌头剪下来 把他赶出去了 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啊 小不点 小不点 你在哪 小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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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不点小麻雀你在哪 被剪掉 小不点 小不点 小麻雀你在哪 被剪掉 小不点 小麻雀你在哪 小宝贝 可怜的小宝贝 小不点 小麻雀你在哪 可是老公公一直都没有找到小不点小麻雀 小不点到底跑到哪去 这个声音是 请问一下这里有一只叫小不点的小麻雀吗 是老爷爷还是老伯伯 是老爷爷老爷爷 是老爷爷就快进来吧 好 老爷爷我这么也没有想到你会来这里找我 我好高兴哦 可怜的小不点 你要原谅我 你的舌头一定很痛对不对 不会 看见老爷爷你来这里找我 我好高兴哦 你在这里多站一段时间好不好 真是不好意思 小不点小麻雀啾啾啾啾 不停认诚挑的小麻雀 虽然老公公对小麻雀热情的招待觉得很压抑 还是度过了一段很快乐的时光 不停认诚挑的小麻雀啾啾啾啾 不停认诚挑的小麻雀啾啾啾啾 不停认诚挑的小麻雀啾啾啾啾啾 很快的就天黑了 哎呀 我缺的好饱啊 这么晚再不回去的话老太婆 一定会很担心我在哪儿 在你回去之前老爷爷 请收下我们作你的一个礼物好不好 那里面有一个又大又重的宝箱 还有另外一个又轻又小的宝箱 请老爷爷挑一个 这个嘛 我看我的年纪很老了 还是收那个又轻又小的宝箱好了 老爷爷 今后请你答应我一个要求好不好 在你回到家以前 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小宝箱哦 我知道了 谢谢你们啊 老公公就这样回到了家里 老公公遵守自己跟小不点的约定 在回到家之前没有打开宝箱 回到家里把宝箱打开之后 没想到里面装着满满的金银财宝 于是老公公把他到小麻雀们的屋子里接受招待 还有里面的大宝箱跟小宝箱的事 全都告诉了老婆婆 老婆婆听了之后 兴奋地瞪大了眼睛 我要去找小不点小麻雀 把宝箱绊回来 金银财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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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被剪断舌头的小麻雀的家吗 是老爵爵还是老婆婆 我是老婆婆 是老婆婆 进来吧 你们好 老婆婆欢迎 小麻雀们拿出全都是小石头的饭招待老婆婆 我看我还是先吃个饭好了 这是什么 根本都是石头嘛 算了 我要回家了 把宝箱拿出来 老婆婆要选又大又重的宝箱 还是要选又轻又少的宝箱呢 这是这个就是这个 我没有老头子那么办 我要选大的宝箱 我要选大的 老婆婆 那希望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 在你回家之前 绝对不能把这个大宝箱打开哦 好了好了好了我要回家了啊 这是太好片了一群愚蠢的小麻雀 不过这里面真的有金银财宝吗 反正只是偷看一下 应该没关系吧 就这样 老婆婆把那个大宝箱打开了 结果怎么样呢 大宝箱里跑出了好多可怕的妖怪 救命啊 不要靠近我 不要 老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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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救救我 这不甜 我以后不会再那么贪心了 求求你原谅我 从此以后 老婆婆再也不会那么贪心了 她变成一个亲切又善良的老婆婆 真是可使可贺啊